我们随着接触这个道员之后啊 后面就有很多经历了 不过更多的是在梦里 那现实当中 静坐我们是达不到初神那个状态的 但是有些道友他就很灵光 更很多是小女孩年纪很小就有这些东西 有上天的有陆地的 甚至有说这个孙悟空啊 带着他怎么怎么着 上了南天门之后 那些都能看到的 曾经那个海市蜃楼 都有一集 说有人拍到这个南天门 天明天见 进去之后这个渔黄大利就看不太清楚了 那就比较的 一层障碍了 可能你静点就达不到了 还有朋友呢 他就是那都我现实当中认识的 跟这个密宗缘分比较深 那道讲道经师 佛讲佛法僧 那密宗又多了一个上师 那他就有引领经常跟他对话呀 跟他打眼前这个画面啊 看到很多东西 那他上去之后呢 能跟这个鱼对话 那个鱼会说话呀 他就在那一层天很执着 再往上又想回就回不去 想上上不去 上面的大多数 你要论 武武值来说的话 打仗 吉马达里大多数都是 这个古代的这种冷兵器 汉服 将军战俘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近 这个几百年 变化太大了 其实也就百十年吧 服饰 也就如此 那么还有入夏的呢 这种就更多了 这种缘分 想上去不容易 下去还不行吗 有一些呢 其实也没有这个先天的 就是可能上两半人 有干这行的 曾经他的爷爷 都是在这个 有这个法器啊 都作为这个 冠礼的 真冠之宝 拿了文物 那么但是他这呢 作为一个女孩呢 更多的 随着这个社会发展 各种的 也没有传续相伙 女孩更不容忍 当然都会有 接到这些缘分 他们爷爷奶奶 都是干这行的 他其实在游泳当中 有一次创造这个柱子 就莫名其妙的 就看到很多东西 尤其一到 我们现在这个 一里七月 都不敢出门 经常事 都来找他 当然也不都是坏的 反正就 影响生活嘛 又看到又听到 这种 睡都睡不着 尤其女生 是很常态的 然后 就是下面的人 说这个梦壳啊 其实也 也是个姑娘像 但是人家很长寿了 千百年 就不知道了 下面的人底下 就是很阴暗的 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这种氛围 你想象一下 就有了 然后 人呢 就感觉比较 垂头丧气 但是有的时候 反而感觉 没有人家 这么乱 这么多到处 垃圾 没有那些 这是大概的一个像 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那么还有一个 更厉害的 就 跪坟地 几十年 他练功了 那是什么教呢 是河北的民间教 河北比较多 那么其中的 这个白连教 红连教 有人应该听说过 至少历史上也知道 影响力很大 刀相不入 也有 义和团 那时候都 都有神功的 但是指的 又不是这种枪啊 这种 现在一般 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呢 在下面 跪坟地 几十年 你想 那功 练的都是阴功 下节课再说 啊